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没有面包的爱情谈不上爱情,没有面包的婚姻也无法维持很久。 我们不能笼统说这种思想现实,因为人最基础的条件就是衣食住行,这是人最基层的需要,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因为喜欢钱而喜欢你,那么这个人一定不会与你共进退成长,而有的人和你在一起主要因素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你,那么为你做到这三件事的女人,才是真正爱你的。 第一种女人,在还没成功之前,陪伴你们人,在这个世界上最长情的便是陪伴,一个人能够因为你的梦想,而放弃了自己的梦想,会一直鼓励你陪伴你,默默地看你走向成功那一天,会承担你的忧愁,甚至有时候还会主动帮你完成的工作。 当你通过自己的人陪关系,去解决你工作上的事情,也许这个不是很漂亮,但这样的人一定是最可靠的,他不是觉得你一定有成功的潜质,才和你走在一起,这样的女人默默付出,只希望你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第二种女人,愿意为你花钱的女人,在很多男人的心中,女生都是很会花钱的,没有哪个男生愿意花女生的钱,很多女生也纷纷表示,不喜欢那种会花自己钱的男朋友。 其实很多事情是分很多种情况的,如果有一个女生在你感到非常迷茫,非常困难的时候,愿意为你解决经济问题,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非常爱你的,因为不想看到你每天非常忧愁的样子。 第三种女人,为你做饭的女人现在生活节奏都非常快,没有人会非常尽心地去准备每一顿晚餐。 第三种女人,如果有一个女生,愿意为了你去学厨艺,愿意为了你每天花很长的时间去精心做菜,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很在乎你的,因为她愿意把时间花在你身上。 女生希望你可以每天都会感觉到被照顾的温暖。 湘西妹子有话说,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人,发生很多故事,有很多情感,但是生活终归是生活。 这种那些真正能为我们付出的人,才是真正在乎我们的人,也是真正需要我们去在乎的人。 所以说,如果有一个人愿意为你付出,那么请你珍惜,图片来源于网络。 接着这个事情,就是爱情感,那么请你珍惜,图片来源于网络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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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